太坎坷了 送个监狱 你快坐吧 你掉沟里边老叔 你坐这个 那个太傻了 坐下一点 灾惨 我也能引领 这时尚的潮流 我儿子呢 去找他梦中情人了 小脸有对象了 算有吧 哎呀 那我咋也得见见 我说未来咋是媳妇的呀 啊 叔叔 不行 你穿这身 见你未来的儿媳妇 是不是给余小脸拉分的 真是的 那你说咋认了这是 真的 我给你捣子捣子 保证谁也认不出你 行 来 我这种帽子戴上 我这耗我眼镜 谁要问我你是谁呢 我就说你是送外卖的 对吧 高兴吗 把口罩带 走啊 你小脸 谁说要跟你单独过生日 过生日吗 人越多越好 哎 别走啊 一起给他过生日好不好 要不要别人 说的就是你 妈呀 这谁呀 啊 送送外卖的 哎呦我的妈 送外卖 送啥来的 你最爱吃的肩胶 你最爱吃的肩胶 你妈呀 送的都行 不是这大哥咋事啊 大哥春天风大 你也不至于舞这么严呢 大哥 你小脸啊 谁都可以叫大哥 你绝对不行 咋的啊 他是我爸呀 叔叔 看得咋样 真好看 什么玩意啊 年轻的时候 长得是一模一样啊 你看你看 你这个动作是不是应该叫大哥 应该叫奶奶啊 叫什么奶奶啊 叫薰薰薰薰 别别别别别 你让这走吧 对赶紧走吧 哎呀 别动 哎呀 再来你往回来 往回来 你啊 你就这么看啊 他这个轮廓啊 他长得跟我爸是多像 啊 啊 也像了 但是我跟你说 照我爸那个气质和那气场差老了 我爸是谁呀 我爸是俺们村的颜值担当啊 啊 我爸是俺们村的时尚先生啊 哎呀还啊 我跟你说 就我爸没同意 我爸同意 都得登上时尚那个封面杂志 你知道吧 哎呀 我爸倒退20年 那就得是现在的偶像练习生 就就就不能叫余彦祖 就得改名叫余成成 你信不信 真的呀